娱乐转圈圈 娱乐转黄色的细高跟鞋 杨幂的身材就是行走的衣裳架子 穿什么都好看 在这部剧中 杨幂的衣服换了一套又一套 高跟鞋全都是细高跟 显得气质不凡 杨幂和男主二人的戏份 男主牵着杨幂的手 身情款款的样子 后来杨幂拍戏的地方 已经围满了人 就知道这段戏已经拍完 杨幂也换上了自己的平底鞋 女明星也不喜欢 穿高跟鞋 只要是不是在拍戏中 他们都会穿上 自己准备好的最舒服的鞋子 最近这几年 杨幂拍戏频频被偶遇 不少路人都晒出偶遇 杨幂拍戏的照片 杨幂的颜值和身材都非常抗打 每个画面都美得不像话 其中一场戏 杨幂和徐凯来到明正局 看两人在戏中的表情 应该是来离婚的 再看看另外一对儿路人 二人在明正局门口拿着结婚证 兴奋自拍的样子 和他们二人离婚 伤感的情绪形成对比 杨幂披散着长发 穿着灰黑白格格外套 搭配白色裤子 脚踩黑色高跟鞋 一身穿着打扮 干练力索 二人从明正局门口分手后 杨幂静止朝反方向走去 此时注意杨幂的高跟鞋 夹到了路上的凤儿里 都有些弯曲了 因为杨幂还在角色中 所以他一开始并未表现出来 走路有些亮亮呛呛 但他还是坚持走出镜头外 最后杨幂走路的姿势 都已经不稳了 甚至有些想要摔倒的样子 杨幂还是淡定地演完了这个片段 来看看动图 杨幂走着鞋跟卡到凤儿里后 猛的使劲拔了出来 明显有些重心不稳 细高跟鞋能使人看起来很有气质 但真的很容易卡到 鸡脚嘎啦的凤儿里 杨幂平时生活中 很少穿这样的高跟鞋 实在是走路不方便 杨幂走到休息区后 助理已经准备好在后面撑伞 听到对面有人 在叽叽喳喳地拍照 杨幂还用余光瞥了一眼 不知道杨幂当时 内心啊 会不会是 还好老娘走得稳 不然要被看笑话了 没一会儿 杨幂的另一个助理 就送来鞋子 给杨幂丢到地上 杨幂很快把戏高跟鞋 换了下来 穿上最喜欢的平底鞋 数了一下 杨幂拍摄当天 至少带了三个助理 两个撑伞的小姑娘 还有一个 专门送鞋子的女孩 杨幂换上平底鞋之后 在助理的 陪同下离开 二八定律这部戏 多次被网友露透 几乎杨幂在剧中的造型 悉数曝光 徐凯和杨幂搭档 俊男靓女的组合 你期待这部剧吗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打承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校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